近日赵本山一张和弟子的合影引起网友的注意 背景中供奉的娃娃被怀疑是杨小鬼 一时之间赵本山杨小鬼传言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对于杨小鬼网友们可能从恐怖小说或者民间传言中了解过 顾名思义就是杨鬼来帮忙办事情 娱乐圈中多次传出明星杨小鬼的传言 特别是港台艺人杨小鬼在港台艺人中似乎非常流行 一时之间网上对于赵本山杨小鬼的说法大肆评论 有网友甚至推测赵本山早年事业那么火 如今身体不行徒弟也一个一个离开 是不是就是因为杨小鬼被反噬 不得不说网友们对于那些事物真的脑洞大开 赵本山的弟子以及网上一些知情网友站出来为赵本山老师辟谣 这个并不是小鬼而是弟子们的大师兄 这是二人转演员的一个习俗供养大师兄 并且赵本山弟子表示 这个大师兄再有二人转那一天就存在了 而这种类似被供奉的娃娃也并不是传言中的小鬼 而是古曼童也并不是用血供养 而是为那些失去生命的娃娃做祈祷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